我上去了以后 我使用者上去以后 然后现在穿战人档 战人档的相关的这些名称 大小 type跟size 这几个是我们比较关系的 当然有可能是error error就是出错出问题了 那错误的代码有这些了 如果是出问题的话 错误代码的话 OK是个代码 但是是成功的代码 它也是错误代码之一 但是它是成功 那ini size 就是超过了php.ini 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 是管理者要注意到那个档案 常常很多设定都在里面 那在那个里面 其实有个参数是 upload max fire size 就是我可以容许 我在这个php的fire server里面 不是fire server 在php的这个server里面 我容许最大上传的档案之后 假设我这个 我的这个server有限 我server一共只有20个gb 你要给我上传一个30gb的档案 那我当然绝对不可能让你上传 所以在每一个php里面 php.ini里面 都有一个upload max fire size 这一个限制 不能让使用者 像很多很多 这个公司 它都会限制什么 你mail的附加 这个gmail也有限制 这个任何mail都会有限制 你的附加档 最大也不能够超过多少 你的附档 那中间有能够帮你fear掉 然后这个form size 就是这个上传表单的max fire size的设定 这后面会再提 parsure 就是只有部分上传成功 或是no file 就是这个没有选择档案 就直接的送出了 这也是一个error 那所以在这个里面 有error以后呢 还有error code 这个错误的代码在这里 那等一下我们就看例子 那如果成功的话呢 那这些东西呢 file upfile upfile upfile就是我们刚才定的那个 那tame name 就是暂存档的名称呢 你就搬移到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就代表 那个暂存档 搬移到 你想要存放上传档案的目录 就真正的那个那个目录去 那其实我刚才也有在 刚才下课的时候 我有在做一个动作 我刚才我在做什么动作 也就是做这个类似的动作 我把我们刚刚录影的那个 那个video 然后透过那个界面 把它上传到 我们的那个实验室的 那个打案伺服器上面去 所以把video 透过这个 这个 然后那如果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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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 搬移到 那边的某一个目录上面去 那刚才是我手动操作了 但是用程式的话呢 可以就里面标明 那 那 那搬移到目录区是用哪一个 方形呢 是用这个 韩式 move 底线 uploaded 底线 file 这个 moveuploadedfile 这个方形 这个韩式 然后搬到指引目录区 那怎么用呢 这个 uploadedfile的名称 加上 它的档案名称跟 这档案名称是战存档的名称 因为它已经 upload上来了 那个 那它从哪边upload就不重要了 所以是我这里战存档的 我知道你的战存档是什么了 我由刚刚的那个 刚刚 由刚刚的这里 知道你战存档的名称是什么 然后呢 把你放到 你的目录的 目的的 目的地的路径 你跟党名称去 那 那这个moveuploadedfile呢 它会判断 这个filenet的参数 是否为上传的 如果是的话 就办 就做 成功就true 否则就是posed 这都是一样的 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一个成功的范例 成功范例里面 你这个 一开始 我们要上传的这个目录 uploadedfile目录 把它放到这个参数里面 假设是有一个下面 我在我这个目录下面 我开了一个 纸目录叫upload 这个纸目录 所以所有上传的档案的 上传的档案的 我把它放到 uploadedfilenetfile 这个变数 这个目录里面去 所以 这个纸目录 这个纸目录 在我这个程式里面呢 就有这个变数 $uploadeddir 这个变数来代表 下面这个纸目录 所以这个纸目录 现在变成一个变数的名称了 等一下我程式就要用 那然后呢 是不是ok的 这个 判断上传是不是成功 file uploaded error 等于uploaded error ok 这个这表示ok ok的我们就做了 ok我们就做 做下面的事情 ok ok还有判断什么呢 ok要做什么 然后做这个 move的这个动作 move uploadify move的动作的几个参数是什么 move的动作几个参数是 file name跟destination 那move的这个动作的file name是什么 file name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一边 这第一个参数 file name就是这个 $sign underscore file 我们说这个是php给我档案档案相关 暂存档案的这个系统变数 然后呢 upfile tenth name 这个就是暂存档案名称 然后放到哪里去呢 放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叫这个名称 哪一个目录 就是刚刚我们这一开始定第五行这里 uploaded underscore direction 放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点这边自算连结 什么 然后下面什么 下面就是 local的名称 就是我存下去以后的那个名称 这是暂存名称 我存下去我要叫什么名称呢 存下去我upload 然后用那个name存下去的那个名称 那 那这个是代表 你move成功 为什么他用if 因为成功的话就是ok 就是true 不成功的话就是false 成功的话 就echo 上传成功 然后下面 下面就做什么 下面就把同样的档案变数里面的那个 name type size tame find name 把它全部印出来 就是刚刚档案变数里面那些东西通通把它印出来 那不然的话就失败 那成功的话就是 原始挡名是叫这个 类型 是一个影像挡 image 大小是这个 那暂存档名事实际上是不 是他帮我们取的 系统取的 那就是暂存档名是这个 tame什么东西 那是 这样一个档名 那 那这个 印出来 那 好的 这样就上传成功了 那如果我要上传多个档案的话呢 那上传多个档案也类似的 那上传多个档案也类似的 那这里就 就变成一个阵列 就 name里面这边变成一个阵列的部分 就是 这里有三个嘛 这变upfire 变成阵列 那然后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呢 就后面再加一个 0 这某 对应关系 upfire0的话 同样的 他的档名 my名类型 档案大小 后面加上0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后面加上0 1的话就加1 2的话就加2 然后 错误代码也是 第一个 好几个也可能 第0个成功 第1个不成功 然后第2个成功 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 那他档案类型有可能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东西 如果 如果是这个 以栏位角度来看的话 那就这个样 那如果是以fire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也可以做成这个样 就刚刚这个是fire 然后这个以栏位来看 那你也可以 就 就这个 upfire 你把它的time name 通通摆在这里 name 就是time的name 第0个 第2个 name 就是这是你的顺序 看一下怎么样摆都ok 那这个 那如果 如果你要多个上成档案的时候呢 那 这些讯息呢 最可能就要用回圈来处理 如果 如果三个档案一起来做 那就回圈处理的话 那你可以用for each 那然后 取得索引 然后用索引去读其他的资料 那决定up the direction在这里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多了一个回圈 多一个回圈 对每一个 每一个档案 对这个 每一个档案的这个 如果 如果上载成功的话 就继续做下去 那暂存档的话 那看你是 第哪 第几个 那key的话就是012 就下去 012的这个 那上载一样 就是跟刚刚都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for each 就012分别都做一遍而已 其他的都跟刚才一样 那 那error的话呢 也是012 这个做 其他 其他都是跟刚刚一样 所以 如果三个都成功的话呢 就是 现在这个 上载成功的这个讯息 就比较间断 ok 那跟上载的 相关的一些 设定 那我们也要注意一下